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造成了巴黄龙的体枪是一个非常圆 非常粗壮的一个状态 就像这个模型展示的这样 然后巴黄龙除了体枪非常粗壮之外 他的脖子也是很粗壮的 然后脖子上有大量的肌肉连接到头骨最宽的部分 因此他的整个脖子非常短粗 而且肌肉发达非常的有力 但是跟他前半身造成强烈反差的是 巴黄龙的骨盆却非常的窄 巴黄龙的骨盆上方有两块叫做长骨的骨头构成 中间夹着一个间锥的神经体 这三块骨头几乎贴在一起 形成一个非常窄的状态 这样一个非常窄的近乎骨板的一个结构 让他的两边有更多的空间 能够让他的大腿附着更粗的肌肉 这也是让这种体重能够达到八到十吨的重骨 仅靠两条后腿支撑起他的身体 并且快速行走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 我们知道了这些的时候 在画的时候可以注意这一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画巴黄龙的身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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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